好兴奋啊,今天我早上10点钟的时候 我们就收到好消息了 就是我们有这一个exclusive的collection 大家看到吗 我身上在穿着的就是 Aurala Basic Top Space Gray 是不是很美啊 有很美吗,你看你看你看 我自己本身是超喜欢的 很美对不对 这个有很多人刚才一看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 就已经很快赶快的text起起了 到底你身上穿的这个是什么size 其实现在我在穿的这一个是XS 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我们有这个2XS的size 我站着来跟大家讲 哇真的超兴奋的 这个现在我穿着的就是XS的size 没有想到做完中过后 竟然XS的size竟然卖完了 哇真的别打喊 所以不能不能现在一定要赶快的做live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当我们这一个space gray 关在身上是什么感觉的 你看 当我这个灰色 配白色 是不是很好看 啊 这样子我还没有做mix and match的时候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教个姜茜 白色衫 配相 外套 白色的外套 美吗!!! 白色的外套 怎么样? 是不是很美配到我们这一个 Space Gray? 对吗? 如果我单穿也是很漂亮 这样如果配上这一个 Casual 的外套 也是好多哦 然后另外如果要看起来比较 formal一点点的 等一下我去拿另外一个外套给大家看 这里这里 配长的外套哦 如果长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 就是 这一个 我穿的其实是 XS XS的size 看到吗? 这个感觉如果你这个裙没有配 滑的啦 比较plain的啦 plain的话其实你就很formal 对不对?很formal 因为这个有花纹嘛 就是你看到比较大一点的casual的 蛤 酷 对很漂亮 真的 蛤 你入手了吗? 哈哈 所以这个是白色的配搭 还有呢 还有呢 在 呃 这个 照片里面 大家有看到的 我有配的 这一个是 牛仔的 牛仔的也是很美啊 牛仔的 你看你看 你看看 这个是 牛仔风格 牛仔风格 牛仔风格哦 有吗? 是不是这个颜色的系列 真的很容易做配搭哦? 哦 so 这个你看很多人喜欢拍照 这样 拍照 哈哈 哈哈 so 这个就是我们牛仔哦 下面的我们的 bottom 我们可以穿黑色啊 或者是穿 呃 牛仔的颜色 也是可以配搭到很漂亮的 啊 现在我穿的是 给大家看的 这个是 白色跟牛仔的 不一样的味道 真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哦 如果 我配上一个 丝巾哦 也是很好看呢 对不对 啊 配上一个丝巾 有吗? 你们有类似这样子的 是金的吗? 是不是? 有吗? 很美哦 其实你看哦 看你要怎样配那颜色 其实我觉得这个灰色哦 最好是配白色啊 黑色啊 然后还有牛仔的颜色啊 这几个的颜色的配搭 其实都可以很凸显 我们的这件衣服 上衣 Space Grey的颜色 哈 这个是 湿巾 湿巾的颜色 我是选择 有一点稍微 蓝啊 黄啊 这样它就不会这么单调 所以在这里 可以打个Ribon 也是好美的 啊 我会打Ribon 你看好丑耶 不用紧啦 大家大概 大概看一下啦 我不是在网上卖衣服啊 其实是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做这个配搭 你看我绑Ribon 都不会绑 OK 哈 其实是真的 很好可以做配搭的 黑色怎样? 黑色的配搭 其实也是很美 对不对? 黑色的配搭 这个是 黑色 刚才我是白色嘛 现在是黑色 当黑色 如果 我配上 黑色的 外套 怎么样? 感觉 是不是又不一样的 这个感觉跟风味 如果你在这边扣上 啊 好美对不对? 这个就是 黑色的配搭 黑色的配搭 它是有点formal的 感觉这样 如果我们平时 呃 只是单穿 衣服 跟这个裙子 我们就可以出去嘛 比较casual 晚上我们要去见一些 比较 呃 formal的一些场合的时候 你就可以套上 这个比较formal的 外套 嗯 好好看 如果你要做一些的 点缀 你又可以再做一些的 点缀啊 等等啊 对不对? 做一些的点缀 有吗? 这样又不一样了 这样的感觉又不一样了 哈 此一点我拍照给大家看 大家就可以做参考 然后还有另外的一个系列 就是灰色 灰色搭配起来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灰色搭配起来也是非常好看 这个是灰色 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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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就很有韩风的感觉哦 这个是比较大一点点的 这个size 是oversize的外套 刚才的那些外套呢 是比较合身的 这个是比较oversize的 或者是配一个 牛子的感觉的 等一下啊 我的照片 有配的就是这一个裤子吗? 对不对? 这个是比较牛子的感觉 是比较属于运动型 比较年轻的 年轻的 这个我就不换了啦 所以其实基本上 这一个我们的space grey来讲 是非常容易做配搭的 很美的 不会觉得很暗淡啊 因为我们的这个颜色 它是灰 带一点点的蓝的感觉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一定要赶快赶快问你的朋友 或者是问我 因为我们的space grey 是exclusive collection 是limited的 limited的 没有了 卖完了就没有了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 那么size要怎么拿 原本我们是有一个新的size 就是2XS 是小size的 可以给很瘦小的人 或者是孩子 小孩子都可以的 可是哦 就我所知应该是 so out了哦 所以我们在这里哦 我们都可以看到的 就是我们必须要看我们的chess 啊 我们的这个waist 还有我们的啊 这个chess shoulder chess shoulder 这边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们整件衣服 它是strait cut的 strait cut的 so最好在选择的时候哦 你看啊 我平时穿XS是很贴神的 但是我们的衣服 穿起来过后 它还是有点的松动的 不过in details 如果你们想要更了解 更仔细 还没有 哪size的时候 一定要问清楚 你的朋友 这样子 就会拿到比较准确的size 不过一定要快 因为刚才我的个顾客 在问着哪size的时候 结果当要下单的时候 竟然没有hord了 所以要快 不要慢 一定要手脚要够快哦 所以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我的这个分享 能帮助到大家看到我们的最新的exclusive collection basic card 到底是怎样的 还有怎样可以做一个搭配 谢谢大家 所以如果你们觉得很好的话 就可以share给你们身边的朋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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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